双方在前两场比赛中战成了一比一平 好帅 同对方的奥特洛夫分别是赢了各自的对手 为几队是拿到了一分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三场双打的比赛 天津那边是庄职员李平 对阵广东队的刘吉康银行 首先发球一方是天津那边的李平 接球的是刘吉康 漂亮 先拿一分 那这个在拼票当中的对于非中国籍的球员的 这个上场名额是有限制的 比如说天津队的庄职员跟这个张玉 只能上一个 对他们两个人就犯冲突 像如果这个我们说如果上两个的话 现在是李平跟张玉配 可能效果要比这个庄职员跟李平比较好一些 对因为张玉他是一个左手选手 然后他大部分比较优秀的成绩都是打双打和混双 对对因为他的正手实力比较比较足 反手偏弱一点 对那么在打双打的话 他这个缺点就是不足的地方可能就是不会那么明显 嗯 漂亮 有机场远航现在在这个第一局的比赛里面是4比2领先了李平跟庄职员 对手的这边呢是两个90后啊 并且是两个小孩啊 一个91年的一个94年的 其实这个在广州队阵队当中呢 还有一个94年出生的小将啊叫马特啊 这是个肖球手 是 嗯 那么今天呢没有到天津来 3米5 李平加油 李平加油 3米6 3米5 哇 3米5 我觉得刘继康和银行好像进入状态更快一些 没错 这几个球打得比较果断 哇 你看看 我找到他 好球 眼行的回球落点相当不错 而且他们两个人的配合也很熟练 跑位 这是眼行自己的失误 4比8 5比8 6比8 5比8 好 好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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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比八啊 装转一个礼品是连续的追分 八评 李平跟焦之间就是慢热啊 你上来被对手是接连的下分啊 现在状态稳住 如果这个十一分制啊 连赢五分啊 十一分制对于慢热的选手可不是什么好事啊 还是要率先进入状态 焦之间这个回球啊 两个人小声的耳语几句啊 互相的嘱咐一下 打死 好球 漂亮 好球好球 啊 这个落点打得就漂亮 李平要了一个正手的打直线啊 弱点非常的刁钻 哎 你看这就是两个两个右手的 哎 这个差距这个毛病就体现出来了 跑位就是 对 就是互相的状啊 不如一左一右那么顺畅 没错 刚刚接完正手 然后又给到正手 他得马上继续往右边去跑啊 好的好的 好的 庄角李平现在拿到了D局的赛点 啊 D局的局点 十平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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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 在场上还是很有冲劲的啊 是是是 大 好球 好球 擦网重发 十一平 擦网 十二比十一 现在是这个刘继康跟尹航啊 涉嫌的拿下了第一局的比赛 刚才那个球 李平接得很好 但是李平很绅士的指出来 裁判都没有看见 那个球是个擦网 所以那个球重打了 对 连我们大家都被黄了一下 其实这一球丢的 我觉得挺可惜的 因为在八比三 那是一个转折连老五分 这就应该一鼓作气 趁势拿下的 但是 对方的两个年轻人员 确实我觉得 他们配合的比较娴熟 跑位比较快 在一个他们的 更加的有默契 对 他们的出手也确实质量比较高 两人都是蛮有实力的 银行曾经是拿过 这个亚少赛的 男团的冠军 在男团当中 也有不错的表现 2比1 来打上 谢谢大家 4比2 这几球的开局还是不错的 加油 天明队 加油 5比2 5比2 加油 5比3 比1 大比4 5比4 5比3 5比3 5比5 5平了 这两队组合打的也是比较的激烈 现在是 李明这边要发球 接球的是银行 好的拿下一分6比5稳住局势 这两个球 李平和张志源打两个巧球 并不是以大力取胜的 李平队加油 李平队加油 7比6 打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立冰庄主任加油啊 这局应该问题不会特别大吧 好的 11比7 第二盘 李平庄军 第二局比赛呢 是拿下啊 现在双方在前两局打成一比一平 平常当中的这个第三场的双打比赛 是三局两胜制啊 比赛呢 三局比赛呢 李平庄军 是三局 和三局 一位 我觉得这场双打对双方来讲都很重要 对 其实你可以研究一下乒乓车联赛的赛制 前两场是单打 第三场的是双打 然后再加来两场的是单打 双打真的这个位置非常的关键 我觉得现在这个赛制 它的所谓的主客场 抽签的时候主客场的选择 好像没有像以前一样那么明显的有 有多大的优势了 对对对 你比较不出来 这场比赛应该是咱天津队是抽到了主队 应该是 这个拼抄的比赛呢 跟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 像足球篮球的区别 就是你比如说天津市主场 但是呢你要在比赛之前 你要进行一个主客队的抽签 抽到主队呢 你就有这个设限的排位的优势啊 这就出来了 比如说这个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共识田击赛嘛 就是谁选田击啊 就是我去 我去先选还是候选 把我的人排好啊 所谓抽的主客队就是来抽这个 要所以就一直都有 咱们是去标准的 杨击涵 dedans 进行 进行 跟达的夫人过去 自己称赛的 去 再说 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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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秒 劉继抗和尹航这两个年轻的运动员 实力真的也是很强的 马之道现在是叫了一个暂停 这局非常的关键 双方前两局打成一比一平 这是双方的第三局的比赛 李天跟中央主任在这准备落后 见识不妙 马之道赶紧叫了一个暂停 其实从双方俱乐部的实力上来说 广东队是作为一支新军 令他们的人员配备跟天然队相比 还是有弱势的 今天比赛里面天然队没有能够一鼓作气 拿下三比零的话 那么现在要稳扎稳打 双打是我们在计划范围内的 不能丢掉 我觉得今天这支年轻的队伍 他们发挥的很不错 所以说全部就看临场的场上发挥 谁能在那仅仅的一点时间里发挥 发挥的更稳定的能更好 对 好的 嗯 庄长刚刚在回这个球的时候啊 就非常的动脑啊 你看还什么 眼行的正手给 哇 漂亮 你看他在回这个球的时候 刚刚刚刚往眼行的正手给 那么胡这个眼行跟那个刘继康在换外的时候 但是必然会有一个重点 四平啊 稳住稳住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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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一队 加油 赶紧一队 加油 不要再丢份啊 好的 最后来五平 赶紧一队 加油 赶紧一队 加油 赶紧一队 加油 好 这次是广东队这边叫了一个暂停 双峰的交流员在这个时候也得是斗智斗勇啊 针对于场上出现的不同的情况 利用好手里面暂停的权力 今天这场比赛呢 第四场单打的对阵呢是好帅对奥恰洛夫 两队第一单打之间的较量也比较的关键啊 但是我们首先要做好双打比赛先拿下来 加油 加油 张志愿 李平啊 现在是落后了 刘吉康跟银行站在了非常有利的位置 6比5 哎呦 太可惜了 居然丢掉了双打比赛 来 那我们再热舞再玩去再找个热烈一点 音乐加起 甜甜